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我下次再来 反正我都会再来 现在是过晚六点半了 我们刚才在酒店休息了一会儿 现在就准备走出去文创夜市了 走大概16分钟左右 刚才Google Map 顺便看看华欣的大街沿途有什么 因为我们这两天都不停坐车 也没有在这些大街沿途走过 他为什么在镀布? 很可憐 他有点变种 走走走看到有些东西左右移动 然后看清楚一点 不知道是猫 炮 还是 又不是老虎 不知道是什么 应该是变种的动物 我觉得是 有点恐怖 我们来到文创夜市了 我们来到文创夜市了 就是先换描一下 钱交手 可以使用钱交手 用光剩下的钱就可以11点前拿去那里 备取消 晚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現在先去吃東西 因為太餓了 這裡的區域分得很清楚 食物區就食物區 逛街區 音樂 酒吧 那些區分得很清楚 又更乾淨 吃完的東西是有人會收酒的 洗進氣 哇 水 水 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杨茜茜 我們終於逛了整個夜市了 真的超多東西逛 走到腳都累了 現在買了一個芒果糯米池 回去做宵夜 真的很驚嘆 這裡的乾淨 食物是很多元的 而且真的很好吃 如果我下次再來的話 因為我都會再來這裡吃 現在我們走回家了 我現在在酒店了 來個小鐘結 我今天在夜市的收穫 首先第一個收穫 是這個宵夜 芒果糯米飯 20元也不用 超便宜 芒果也很甜 我吃著宵夜說 我今天有什麼收穫 首先我買了一些小飾物給自己 就是4對耳環 小的這個就是 100泰3對 就是25泰3對 超便宜的 然後這個大的是80泰1對 還有買了一隻 戒指 只有30泰1 之後就買了一個皮製的手繩 都是99泰1 對 接下來就要介紹我今晚最喜歡 最滿意的戰利品 嘩 跟後面的窗簾很像 首先介紹它的材質是什麼 其實它的質地就是 平常我們看到紅酒瓶上面有一個木塞 就是那種質地 摸下去的質感也很舒服 所以我很喜歡這些皮製 木製的東西 一直都很想買一個長銀包給自己 那一看到它 我已經呆上了它 那我選的這隻長銀包 其實是純木塞的顏色 其實它另一款 就像這個袋一樣 是有少少迷你公仔在上面的 銀包來說 我喜歡比較素的款式 裡面那個間隔就是這樣的 我覺得是夠用的 還有一些格數 裡面這裡都可以插卡 它最吸引我的一個點是什麼呢 它中間呢 有條繩子 是可以拉出來 對 就可以有個圈圈可以給你 套在手上的 這個呢 它是 400匹 對 我覺得是非常值得 之後呢 我就再看中了這個 這個 剛才我所說的其實是有些公仔圖 在上面 這些袋子呢 搭配斯文的衣服也可以 或者搭配一些普通T恤牛仔褲 其實都可以 然後呢 那個老闆見我想買兩樣東西 其實我本來打算殺價的 誰知道他很主動就問我 你買兩樣東西我算便宜一點你 這樣 然後呢 這個袋子便宜了50泥給我 他現在就算了500泥 然後再贈送一個小的袋子給我 都是同一種質地的 又是巧合得這麼巧 我是想買這些 那所以呢 900泥呢 我就買到這三樣東西了 那我今天的收穫就超級豐富 就是這麼多了 那件事真的很值得 如果你喜歡一些文青的東西 或者是一些小品 或者是一些家居用的東西 也很多 杯杯碟碟 很值得花三至四個小時在那裡吃東西 買東西 這樣 那我們明天就會去到最後一個景點 就是聖托里里樂園 有小希臘之稱的一個主題公園 吃完午餐之後呢 我們就會乘搭這個機場巴士 回去曼谷那邊 那今天就去到這裡了 好啦 晚安啦 拜拜 我在這兒 好 by bwd6